吴志明 大家好,我是吴志明 我是李箴志的企业工程管理总监 但是我的普通话你听得到,不是太好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广东话来说 还是用普通话来说 那么我可以用广东话来说 今天我所讲的就是想讲讲我们李箴志公司的 醬油生产自动化和应用分享的 首先讲讲我们李箴志先 我们李箴志的集团的愿景 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李箴志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 务实、诚信、永远创精神 私利及人、造福社会、共享成果 我们全球有五大生产基地 香港是总部 新汇是我们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有黄埔、美国和马拉 新汇工厂就是位于我们江门新汇区的七宝镇里面的 里面我们的佔地就是二千亩 包括七个主要的厂房 四个中央的厂房 和一个创业楼 我们的产品有九大主要的类别 超过二百种产品 超过一百个国家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不同各方各面的杖料产品 大家可以记得 我们出口超过一百多个国家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就迎合各个国家的要求 我们特别是欧洲、日本、美国 其他发达国家的 我们是遵从严格的食品安全要求 我们看到全球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络 我们都获得很多树荣 我们的客户有很多大的宾馆 还有我们最近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都有我们的产品 我们中国航天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介绍完李錦记后 我想讲讲关于我们自动化推进的历程 我们由契机、过程、结果、困难和展望 各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契机方面 因为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 原料的成本也有压力很大 我们的制造业一定要自动化 其实整个行业都有一个自动化浪潮 而且现在是工业4.0 以及制造2025的概念 在制造业的革命呼声越来越强 在市场下我们工业自动化 代替人力是产业提升 和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 过程 我们就 醬油 其实是你敢记公司的一个重要产品 在国内 醬油的制造自动化程度 一直都不是很高 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现在我们引进一些新创新 以及采用一些先进的控制系统 MMI是一个电脑化控制系统 打造一条 我们说的是整粒黄斗为原料的自动化 醬油让造生产线 同时我们在产品包装 譬如马朵 马朵其实将那些纸箱 放在卡板上 灌装 装箱 有些单调和频密的作业 我们已经用机械人 我们用很多机械人 来代替了人工 这个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保证了产品的品质 另外带动了企业 我们的产业技术的升级 OK 我们来讲讲一个自动化应用实例的分享 其实我们制醬油里面 有一个步骤叫制曲 制曲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黄斗 我们第一次进行发酵的时候 我们就叫制曲 现在我们就将这个 由黄斗到第一次发酵 出晒光之前 我们整个生产线进行自动化 这个自动化来讲 我们就引进了日本先进的圆盘制曲 原本我们 传统来讲 就不是用圆盘的 而是一个叫曲池的方法去做 很人手化的 我们引入新的一个技术 叫圆盘制曲 以及连续蒸煮 以前我们不是连续蒸煮 我们是一缸一缸地住的 所以就引进了这个设备之后 就配合我们独立的研究设计的自动 我们有称重 洗斗 炮斗 我们要出曲 就是说做完这些曲 要出去晒场 那些设备 那些技术 我们都现在提升了 就根据 对脏油的制曲工艺过程 就采用先进的人机操作界面 和自动控制系统 将整个工艺的过程 进行操作和控制 实现了制曲工艺的过程 全机械化的作业 自动化控制 和网络化的管理 务求打造世界上第一条 以整粒黄斗为原料的自动化式的 醬油生产线 所以我们是由传统变成一个自动化的 好的 那么 看一些相片 那么 我们有看到 有些地方 我们是 这个是磅重 首先我们会将一些磅 是要磅一磅 就是我们要用多少磅 来磅一磅 接着我们要洗磅 洗完磅 接着我们就会泡磅 泡磅 我们就会将一些磅做预热 而之后我们就会 叫做连续蒸煮 接着我们蒸完 我们要冷回去 冷回去 接着我们就去一个圆盘製曲 这个圆盘製曲 这个圆盘製曲 那个规模都相当大 因为我们一个圆盘 是说20米的直径 可以想想想 一个货柜车都大概五六米 可能它是两三个货柜车 这么直径 接着就出曲 接着我们其实在制曲里面 我们也有用清洁能源 我们就用了一个地缘热泵系统 这个就是会将 利用浅层的热能 可以同时生产50度的热水 和7度的冷水 热水供我们的晒场使用 冷水供我们圆盘製曲的运作 系统只需要一份电能 同时产生热和冷的 综合了能耗来说 我们就会给一般的制冷 能耗的能耗 可以是两倍的 即是产生出来的效果是两倍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年碳排放少了3500吨 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少了8900吨 用水减少了2700吨 和每年降低成本是360万 这个在我们自动化之外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环保的概念 再说回黄斗的制作 黄斗制作就是 由黄斗仓到最后出曲 每一粒黄斗都要不经过任何人手接触 整个制作的过程都是全自动化生产 原本我们全容的制曲 我们要用120个人才做到生产流程 通过自动化的技术应用 如今只需要40个人 你可以看到大大减低了我们的人手的成本 生产效率大幅改善 而黄斗的化酵率也提升了7% 这个不少 譬如我们每年生产 是20万吨的石油 那里可能已经减少几万吨的石油 出品率也提升了4% 年产的石油是22万吨 同时黄斗的消化率 显着提高 酵油的品质 得到国际一级的标准要求 最大限度地保留 就是酵油的传统优良的风味 和卓液的品质 可以对比一下 自动化之前和之后 我们有什么分别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就是我们最初用的曲纸 要人站上去操作 也有很多人手化的东西 因为制曲当时有很多菌 就是我们细菌 就是我们做发酵的 所以现在我们引入了一个大的圆盘 所有的机械化 全部都是不受钢的 可以看到 卫生程度 自动化程度 都可以大大提高 这一个盘可以装76吨的材料 以前的池 可能只有2吨 大大提高 大大提高 厂房的佔用面积 再来看看 以前人手操作 就是要人来做操作 就是这些糕 煮完之后 就落个曲纸 就要靠人手 穿着水鞋 来做操作 现在 全部由进斗 出斗 發酵 所有工序 就会自动化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改善了工作的环境 整个制曲的流程 都在密封环境里面 降低了人为的因素 卫生可靠 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和这个 大家都可以分辨得到 以前的 运作模式 就是用人工来监测 现在整个精煮 制曲的过程 全部我们叫做 MMI控制 就是全电脑控制 你看到 我们有很多电脑 也有很多操作员 我们控制室里面 有七台电脑 以不同的画面 进行运作展示 黄斗 从黄斗仓 到出曲 整个流程 都是在控制室里面 做监察 控制 追踪 以及记录 并且有密码 来保护整个 控制系统的安全 所以 这些人 现在我们的所有操作人 差不多 没什么时间 出去外面 操作机器 全部都是在控制室里面 做操作的 你可以看到 整个流程来说 这里 两边是浸斗 这些是面粉系统 这些是连续蒸主系统 接着就是圆盘制曲 我们有四个圆盘制曲 连续蒸主有两条线 成为整个厂房 你可以看到 这些是相当复杂的 以前来说 不是一个整体的控制 现在进入了控制室 就可以做一个整体控制 我们的操作者 可以在一个画面里面 看完整个工厂里面的运作 或许我们先看一看片 好吗 rho 酱口 你的rees 做啥 有些什么 。。。 跟 勿 Verd USB 了 团 从龙体田到 参与猪 对质量的 标球 请记 就在将由传统 样式方式的 精一除射 请记 就在将由传统 样式方式的 精一除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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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有点赞 很高 就是 小明星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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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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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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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豆运送到厂房后 储存在容量达500吨黄豆的储存缸 每个缸相当于20人的高度 所有黄豆要经过吹豆 筛选等程序 去除铁 杂草及砂石等 然后再用水将豆子冲进管道 给豆子洗澡 泡豆 泡好的豆子会送到密封延续蒸煮设备 利用高压蒸汽将黄豆蒸熟 面粉是制作酱油的另一大原料 先将面粉与蒸好的黄豆混合 再将种好的区与黄豆面粉混合 接碗中的黄豆会被送到圆盘制区 工作人员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监察系统 24小时严格监控圆盘内的温度 食度及风量 保证菌种处于合适的生长环境 黄豆在圆盘发酵后 会经过喉管配上盐水 送到发酵缸天然生晒 所有黄豆混合蛆种及盐水后 要在发酵缸存放三至六个月 进行天然生晒酱油世家 林锦记 黄豆面粉种区 经混合后通过运输带送到圆盘中 运输带可深色的动作配合圆盘的转动 可以使混合后的蛆料 一层一层均匀地铺满整个圆盘 在蛆料生长的过程中 需要进行三次翻蛆 以保证蛆料输松透气 本套设备翻蛆的过程 全部由设备内部的程序制定 一到达需要翻蛆的条件 就会自动开始翻蛆 完全通过系统控制 不需人手 制蛆40小时后 在圆盘内成熟的蛆料 通过出蛆角龙出蛆 与盐水混合后被输送到擅长 进行天然发酵 OK 大家看过影片之后了 我想讲回结果 结果就是我们通过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之后 第一 生产过程的安全性 我们提高了 我们生产效率和产品的品质 减少了生产过程的原材料 和能源的选耗 另外就是我们 这个自动化 有利于企业对未来的劳动力的成本上升等问题 保持竞争的优势 刚才看到我们可以由120人 减少到40人 在当中我们也有些困难 首先就是安全的问题 在完全自动化的工业生产过程里面 我们首要考虑都是安全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关注点 其次是如何才能提升我们自动化产业的角色呢? 自动化的专业人才 和高质素的 设备操作工人的缺乏呢? 就需要工厂不断去培训 和教育的 第三样东西就是资金的投入了 我们现在 就是要做这些自动化呢? 我们就要投入大量资金 在宏观经济压底下呢 对自动化的 高额的投入 存在一定的困难的 那么展望 展望我们就 除了控制的技术 电脑 通讯 网络的技术的发展 资讯的交互 沟通的领域 正在不断地覆盖 整个工厂 的延长设备的控制 到处管理的各个层次 智慧工厂 其实 是现代工厂的自动化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在数码化工厂的基础上 经过互联网的技术 以及设备监控的技术 加强 资讯管理和服务 提高 生产过程的可控性 加上智能的 智慧的手段 以及智慧的系统 这样的 新型技术 我们要创造一个 高 高效智能 环境舒适的人性化工厂 这个就是我们的展望 最后 我们也是想 讲一下 我们要创新自动化 引领 制造业的未来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